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神明兄一开始先来关注的是 围棋三天的中共环台军演 今天傍晚由东部战区宣布演习结束 不过第三天 大陆官媒所释出的画面 包括了大陆国产航母山东舰 已经挂弹起飞中的轰6K 尽管大陆高调宣传 但是台湾专家分析认为 大陆航空母舰战力 还有一些还没到位 中共环台军演第三天 官媒释出大陆国产航母山东舰 率编队航行的画面 首租国产航母山东舰 参加此次演习 并发挥重要作用 报道配上磅礴音乐 却没有说明它的具体位置 但实际上 日本海上自卫队全看在眼里 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的监视记录 显示山东号编队 从7号到9号 都在宫古岛南方海域航行 其间舰载机跟直升机起降 约120架次 另一段影片中 轰6K轰炸机 双翼挂载空对地飞弹 在歼16跟歼11歼10等战机 掩护下出击 还有空中加油机跟预警机 协同作战 但同样无法证实拍摄的时间地点 国防部公布的共击扰台记录中 也没有出现轰6K 大陆官们形容 这次演训 重点是在东部战区指挥下 联合侦查 联合指挥 联合行动 联合保障 但学者分析 无论是通讯 后勤 还是航空母舰运作 解放军恐怕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他都属于数位化的资讯方面的 这一种通讯 那么这种通讯 当然是相当的好用 但是它的组合跟配合训练 它的难度是高的 我们从相关的这个讯息来看的话 中共的这个 在这方面的这个组合训练 其实还有在加强 一连三天 大陆军事演习 配合官媒跟微博影片 大打认知战 国防部也不示弱 连日释出国军三军备战的影片跟照片 强调国军严正以待 电视频 张志明 庄志伟 综合报道 而中共军舰徐州舰连日出没我东部海域 遭到我海军一样舰 全力监视应处 共舰连日出没我东部海域 也十日早上与我军对峙的录音档TVBS独家曝光 十日早上十一点在台湾东部海域 据悉我海巡花莲舰和海军遗阳舰 全程监控共军徐州舰 双边就南北来回巡异对峙 共军就是不断重复立场 我方则维持海军海巡二对一严密监控 海巡参与对峙也有被录到 而路透社引述国安人士台海中线 九日约有二十艘军舰 两岸各占一半对峙 但没挑衅行为 我个人会认为虽然据确切的数量不知道 但是我们 但是有这样子两个单位的混编 我认为是未来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方式 要当第二海军海会这一次全力配合派遣 从六百到四千盾级舰艇都有 包括这两年内交付的嘉义舰和新竹舰 就标榜有镇海火箭弹为主炮 海军目前一千盾级以上 巡防舰共十一艘 要配合海军二十六艘一级军舰 解放军或者是中共的一个海警 它的一个万盾级的大船 它经过的时候一个浪起来 可能就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损伤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要如何去强化我们的一个海军跟海巡的一个舰艇 这边的话应该是未来的党务之急 投过军演两岸试探练兵 我方提升接战量能迫在眉睫 TVBN新闻杨新坡 刘青廷台报道 而为了反制共军此坡的军演 我国军演将从五月起扩大在 共军可能对台两栖登陆的几个地点 实施战备模拟 相信我们交易资论记者邱婉柔 中国为期三天的环台军演 预计在惊天化沙据点 而我方为因应现在也打算开始 重新省市这红色沙滩了 除了三月已经有桃园逐围之外 接下来还会有桃园观音 新北宝斗措 还有淡水河口 新北金山 宜兰当然也有 就是头城以及状围罗东 最远的到台东之本 也都在名单里面 那么这也是国军 20多年来首度针对可以登陆的沙滩 全面大规模的战备体检 那么说到共军 其实这几年我们知道 这共机绕台的次数是非常的多 尤其碰到台美关系的时候 就来的次数更是频繁 规模更适当 来看到近期共军演习的六大时机 在2021年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曾多次发表保台说 那么2022年这次数更多了 像是去年8月有裴洛西来台 还有12月美国宣布 要受火上路上的机动布雷系统 9月份也有美国的军机 沿着中线以西执行航行自由 那么最近一次 当然就是2023年4月 就是总统才刚结束的出访行程 再加上总统出访友邦 还有过美会进麦卡锡 所以也让这个共军宣布 要进行围棋三天的围台军演 这代表说共军针对台美互动 这饶台次数是越来越多的 大陆环台军演进入第三天 正当中共举行军演之际 美国海军则表示 不客气的飞弹驱逐舰 米尼24号10号也会在南海 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就是这一艘飞弹驱逐舰 美国的米尼24号 4月10号被大陆的南部战区 发现它出现在南沙 美济礁附近的临近海域 中约解放军海空兵力 全程跟肩警戒 大陆该战区的部队称 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由于正值大陆环台军演第三天 使机敏感 大陆外交部则再次提及了 环台军演的目的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必要行动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而美国则指出 此次航行的行动符合国际法 并称行动象征该海域的使用权力 自由及合法性 而事实上 美中在与南海交锋 已被新鲜事 上个月就曾因为 米利24号进入了南海一事 互批违反国际法 随着大陆在印太地区的 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 美军也多次派遣的军舰 进入了南海水域 并且从11号开始 将与东南亚的盟友 菲律宾举办大规模联合军演 据大陆官方背景的预言谈天微信公众号 用一张卡通图画 讽刺蔡总统拿着一箱美金 不远千里到美国进货 讽刺台湾花了很多钱在美国身上 美国的涉台法案兑现却寥寥无几 指责美方继续打国际舆论战 KBBA新闻张志明 陈湘如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马祖的情况 包括阿兵哥没肉吃事件 到海底缆线断裂的问题 目前处理状况如何 在今晚柔带我们了解 若两岸爆发战事 这马祖绝对是首当其冲的 不过马祖从上个月来 这爆发的状况其实还蛮多的 像在上个月的时候 有三名义务役的士兵 放假到沙滩上写下说 我好想吃肉 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肉吃了 这消息传回来台湾之后 大家才惊觉说原来马祖的士兵 这么可怜连肉都没得吃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三条的 海底缆线是全部断掉的 在二月初的时候 这三条的海底缆线断掉 等于说整个马祖是跟外界失联的 就算有讯号也是非常的微博 他们想要用网络看影片 通通都不可能 那么连江县的议长张永江也说 其实要修还得等到很长的时间 因为台湾没有专业的搜附船只 你只能预约国际船只来搜 而现在排船得排到四月 这样的状况到底代表了什么问题 其实连江县的县长汪中明 他自己就说了 马祖到底是为何而战 其实马祖的政治思考是偏向台湾的 他们当然是崇尚民主的 是台湾的一份子 但是经济思考却是比较偏向中国的 因为他们跟中国的距离是比较近的 但是缺量断览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别事件的 但是台湾渐渐冷落马祖的话 就万一或是后业力爆发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台湾如果需要马祖 像是这个战事前线的话 到底该怎么稳住呢 我们就继续来看 今天早上七点开始在平潭岛 周边会举行实弹射击训练 而陆方公布的坐标 就在马祖举光乡以南约13里 不过TVBS实际采访举光乡长 他表示当地今天一切如常 我们现在是我们的西举前奥港 然后对面这个岛屿 是我们举光乡的东举岛 这里是马祖举光乡 根据海委会表示 大陆方面公告 10号早上7点到晚上8点 要举行实弹射击的区域 就在举光南方 限制水域外约13海里 身处最前沿 相当表示当地气氛一切如常 我们是有接到这个讯息 说有在军演 我们这边一切都 都是正常的 生活还一切正常的 另一头大陆官方媒体 则是每天例行公布 号称来自军演现场的影片 9号上午 新华社释出的影片 罕见曝光解放军 轰6K轰炸机内部操作情形 画面中可以展现挂在机翼下的飞弹 但可能曝露飞机所在空域的驾驶舱仪表 则被打上了马赛克 军事科学院大校研究员赵小卓表示 首苏国产航母山东舰参加此次演习 并发挥重要作用 1.3天大陆宣布 东部战区环台战备警循 跟联合力舰军演同步举行 两岸间的周旋 从空中海上延伸到网路舆论 国防部9号也公布照片 强调应对中共升高紧张 空军从战机防空飞弹 到拱卫台北的防炮部队 都在加强戒备 另一方面则有学者分析 由于金马外岛不在美国台湾关系法 涵盖范围 大陆犯台模式之一 可能是夺取外岛 测试美方反应 DV新闻 张志明 庄志伟 综合报导 而继续还要说到来看看 就是近期军方释出了一张照片 IDF飞官的这个照片 引发不少热议 因为被张上痛扁小熊维尼图样 暗风意味相当浓厚 店内满坑满谷的壁张 最夯的就是这款 中共第二次环台军演 其中国防部公布的 飞官出任务图 IDF驾驶员壁张 就是这款灰熊章 老板也没料到 会突然爆红 库存全卖光 其实这种试气章 早心之有年 威尔史密斯在颁奖典礼上面 散巴掌事件 那我们把他跟当时的一个 共军老台做一个结合 然后就是飞行员打猫熊 不只这两款 向另一家业者 演一位间谍气球事件 把气球被飞弹 击多瞬间转化成维尼异象 业者说这试气章 我空军是承袭美军 至于是否太挑衅 在民主国家 大家各自解读 不过引发讨论后 国军已下令 官兵未来佩戴 非制式徽章需核定 而且要在规范时间内 但这回共军军演 相比上次民众似乎不太有感 台湾民众无感 那来台湾旅游的有感吗 虽然中共10号 就以结束为期三天军演 但就现阶段来看 绕台早已成常态 差别旨在 是否随局势再靠近一点 这位新闻吴军伟 还有于新北上半岛 想攻2024年青族群 成为各党兵将必争之地 而仍在美国纽约的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就特地跟当地的 台湾青年交流 每天进步一点点进步一点点 不会引起太多的痛苦 无痛改革 要把改革阵痛降到最低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得先拼上总统大位 第一步先稳固年轻人支持率 在美国纽约举办分享会 解答青年心中疑难杂症 不明踊跃座位还不够 因为40岁以下 向来是柯文哲的优势 不让他独占年轻族群 即将被民进党提名的 副总统赖青德 也要大举进军青年市场 吃吃吃赖青德狂克甜点 影片搭上俏品称阅 要跟大家拉近距离 网友留言好可爱还不够 颁布青年工作目标 要把130位国务卿增加到300人 并打进60个一温层群组 年轻民代幕僚 串联党内青年 开设至少12个工作坊 赖青德还特别交代 别把青年工具化 就是要找回流失的年轻选票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 平市长侯友宜 透过警政系统深入南部县市 并借新北同乡会 拓奖外县市支持 暗中布局基层组织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 保家卫国 这些都永远是我的弟兄 我们爱这一块土地 守护台湾的安全 来绿白除了顾本 更要补强弱点 毕竟前进2024没有秘诀 票多的就赢了 国民党现在出现 郭朱佩的传言 虽然国民党跟朱立伦 都严正否认 但无风不起浪 国民党内声音很多 再把时间交给婉容 国民党的2024人选 到底会可能有 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 还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这媒体人赵绍康 日前跟爆料指出 他获得一个消息 也有可能未来 国民党的2024 会是郭朱佩 而是这两个人 不过国民党跟朱立伦 是严正否认这项传言的 他们说朱立伦 不可能来担任 郭台铭的副手 那这中间透露一个讯息 有没有可能 最后这个民调 是由郭台铭赢的呢 徐晓星他有自己的分析 他说郭台铭访美回归 和记者会上 马上立刻说 如果你接到电话民调的话 一定要说 我唯一支持郭台铭 代表郭台铭知道 现在要做滚动式民调了 所以如果这一来一往之间 郭台铭的民调可能 就会超过侯友宜了 另外美丽岛电子报的 董事长吴子佳 他说他也认为 郭台铭可能是有胜算 才会这样讲的 因为如今人选上台面以后 这个征召方式 可能就会被变动了 民调不是唯一要件 但却是一个必要条件的 侯友宜的民调 现在持续下滑 可以说是已经重伤了 如果一个月内 还没有赶快开始出招 及调整的话 侯友宜民调如果输的话 那就是郭台铭的民调会赢了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即时讯息 让你一手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